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商人在上海开公司 审慎从事步步为营 如果你没有关系 你不可以这样工作 外国人在中国创业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 又有什么经验之谈 老外在中国 一样的中国梦 不同的创业路 2008年7月的一天 在北京城东的一个小型音乐厅里 一场演奏会正在进行彩排 演奏会的主角是一个外国人 名叫白卡洛 卡洛来中国四个月 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场演奏会 这次如果能成功 将意味着他在中国的音乐事业开了个好头 白卡洛 二十三岁的加拿大小伙子 自小学习钢琴和作曲 这个好动的小孩 只有在钢琴前才静得下来 如果说有什么能和音乐一样让他痴迷 那肯定是中国功夫 我一直以为了一样的课程中 因为当我小时候 我一直以为了一样 我一直以为了一样的看着 《Bruce Lee》的视频 李小龙 我一直以为了一样的看着《Jackie Chan》 我一直以为了一样的看着《Chinese Lantern》 在《The Chinese Way of Life》 我一直以为了一样的看着《Oh my god》 我认为我学习艺术艺术 我还爱中国文化的环境 在12岁 因为我一直在学习 在12岁 我终于学习中国功夫 我非常愉快 在加拿大学了十年功夫 卡洛的拳脚舞得有模有样 他对中国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20岁出头 卡洛的音乐之路往前迈了一大步 第一张音乐CD出版后 他在加拿大已经成为 小有名气的新锐音乐家 看到不少外国人在中国也很受欢迎 卡洛开始认真考虑 到中国发展自己的事业 还有很多不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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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就是让他兴奋了一阵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面临着太多现实问题 首先就是没有稳定的住处 海外企业来中国开箱拓图 大多需要熟悉本地情况的咨询公司联系业务拓展人脉 白卡洛也不例外 朱晨是北京一家商务咨询公司的职员 对于他来说卡洛是最特别的客户 来到北京卡洛从生活起居到行程安排 都需要熟悉本地情况的人帮忙打理 用朱晨的话来说有点保姆的感觉 在换了三家宾馆后 卡洛在朱晨所在公司的帮助下 终于在一家商务旅店里落下了脚 电子琴导货了 电脑也已就位 卡洛终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不过没想到 刚住进去就遇到了空调漏水的问题 卡洛开始明白 要在中国做好音乐 除了艺术细胞和激情 可能还需要平和的心态 卡洛生性活泼开朗 喜欢和人打交道 但是因为不懂中文 很多时候想开口也没法表达 这也让他在北京的生活中笑料不断 一会儿您的发型需要做一个造型吗 哈 您的发型需要脏的心吗 还是需要简单的趁开一下 什么 不知道 当我学习中文 我问我的教授 可以教我一些食材吗 我喜欢吃饭 我喜欢吃饭 他说 饺子 饺子 所以我说,大家都说,卡罗,你知道什么你说吗? 你说了一个很严重的语言,它意思是女人。 所以我说,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所以我说,OK,是佳子。 所以我说,OK,佳子,不是佳子,是佳子。 所以那是一个严重的经验。 要想在中国发展,首先得有能力和中国人交流。 卡罗痛下决心,要学习中文。 这所中文学校是卡罗在网上找到的。 因为是一对一的教学,卡罗觉得效果还不错。 这个多少钱? 这份是多少钱? 好,谢谢,谢谢。 5,对,给你5。 当然,我学了很多这些语言,像牛肉,猪肉,米饭,蜂蜂,蜂蜂,什么样的。 为了帮助卡罗在北京逐步打开局面, 朱晨介绍了北京文化圈的一些朋友给他认识。 一方面是拓展他的人脉关系, 另一方面也是给他提供创作机会。 第一次见到制作纪录片的导演, 第一次接触反映乡土中国的纪录片, 卡罗觉得非常新鲜。 我真的喜欢做音乐的作品。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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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真的喜歡,真的有趣 當我看到它,我已經覺得,哇 我現在知道怎麼吃的食物是在碗裡 怎麼會到那裡 而且,它是非常有趣,我真的喜歡 我可以看到中國人… 它是更多的社會 人們都知道相互相同 尤其是在新年代,大家都集中 他們享受自己的生活 我們在新年代,甚至在新年代 人們都不喜歡它 人們都不住在一起 他們只住在自己的家庭 這就是像是Canadian… 像是一個音樂集團 都從Canada 都從Canada 都不從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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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從Canada 都從Canada OK,OK,OK OK,OK OK,OK OK,O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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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也寫著中國音樂 所以我也寫著 中國音樂集團 和西藏 當然,我當然知道 中國音樂集團 有很多的音樂集團 可以這樣做 他說 我是一個音樂家 我是彈鋼琴 然後呢 我要做一個獨咒的 這麼一個音樂人 我覺得 他年齡不大嘛 然後我就想著 我說那你是什麼水平的音樂家 他說 你知道朗朗嗎 那我當然知道 他說 我就朗朗就說 那我一定管不想看我 這根本太厲害 然後 接下來他馬上又說 一句話 我特別覺得 更意外的話 他說 我 李查德克萊德曼 你知道嗎 我說 全中國人都知道 我說 我就是李查德克萊德曼 就 朗朗這個說 我來到了中國 我來到了中國 我非常感激 非常感激 非常感激 我真的相信 我真的相信 我可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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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 我知道 這些人 Kenny G Richard Klaterman 他們來這裡 他們演唱的音樂 我明白 我的音樂 我明白 我明白 我比較年輕 不久 年輕銳氣的卡洛接到了來北京後的第一份工作 給一個國際幼兒園創作兒童歌曲 在和另外兩個音樂人的競爭中 卡洛最終中標 負責作曲部分 它只是一個平板 告訴我 你能聽到嗎 是的 它比較好 我還不確定是很激 你喜歡音樂嗎 你喜歡音樂嗎 我認為音樂是太 因為如果音樂是太慢 我可以做得更快 我認為這首歌是太靜的 這個樣子 這個作品 對 這首歌是太靜的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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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一、二、三 一、二、三 你和我 你和我 基本上 這首歌是相似的 只是 這首歌是相似的 你願意更多 好的 給我 給我 這次工作 也是卡洛第一次按出資方要求 與歌詞作者、歌手合作 共同完成音樂創作 對於習慣自由創作的卡洛來說 這種協作本身就是一種全新的挑戰 從事實上 有些人 有些人 合作不斷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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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實上 有些人 有些人 只要兩天 做到 做到 一切 由于国际学校给的签约条件相当苛刻 为了按期完成 卡洛只能日夜赶工 跟他一样疲乏的 还有菲律宾歌手和录音机房的中国技术员 第一次工作让卡洛了解到了创业的艰辛 也让他学会了苦中作乐 在录制工作的最后一天 他在录音棚里录下了这段视频 给国际学校的歌曲已经录制完了 在完成这次工作后 卡洛将会继续准备他在北京的首场独奏会 如果说白卡洛是来中国创业的新丁 那么上海的王格力就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了 在中国生活了四年后 2006年 王格力在上海开了一家自己的咨询公司 而公司的主要业务 恰恰就是帮助像白卡洛这样 初来乍到的外国人 在中国立足发展 在北京 白卡洛的小型演奏会已经一切就绪 加拿大使馆官员 以及北京其他的社会名流将前来参加 演奏会快开始了 卡洛要在后台化个妆收拾一下心情 虽然在国内有过类似的演出经历 但毕竟在中国开办演奏会还是第一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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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第一个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really it's an honor for me to have you guys here I'm really very excited and privileged to share my music with you and and the passion I really have for China and it's a pleasure to give back thank you okay okay 虽然场地并不大 来宾也不算多 但是这场演奏会肯定会深深地印在卡洛的记忆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